有的人老问我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年纪出去读书 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这边的文凭 其实法国也是一个非常看重文凭的国家 如果你没有一个这边的文凭的话 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我今天呢 我刚刚要给我在领音上面编辑一条关于我毕业的通知 因为我明年准备开始找工作嘛 要实现的呢 就要把那些简历啊 还有该准备的准备好 一切得先准备过去 而且我得保持我这个领音的活跃度 我已经真的是好几个月没上来更新我的信息了 新闻里 别闹了 嗯 乖乖的 乖乖的 这个 今天把这个写完再带你完好不好 嗯 那我把这个写完再带你完啊 嗯 那我先带我先来这个面 嗯 嗯 那是他的 是吗 是吗 看网络好吗 这是我们毕业照片发出去咯 我在第一次来法国的时候 就是15年到18年嘛 15年底到18年 然后那个时候我来第一 我 不会讲法语 第二 我没有这边的学历 我虽然在国内上过大学的时候 你说在这边如果不是很拔尖的大学像清华北大复旦啊 或者说你的专业不是非常的拔尖的话 你在这边找一个工作很难的 在江汉我也不会烦对吧 然后后来呢 我严谨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呢 虽然我说不是 我法语不是讲的很牛那种啊 但是日常沟通没问题 那我们一二零二零年 一八年到二零年 我们是回了一段时间上海的 因为我老公那个时候派过去上海工作嘛 那二零年因为疫情 我们又回到了法国 以后呢 我那时候就在想了 为什么我不回去读一下书 反正疫情期间 我们回来肯定是找不到工作了 所以我就回去上学了 然后就读了一个这边的学历 因为怎么说 我回来那疫情下 是不是工作其实机会也不是那么多 然后就想着趁着 现在刚好有这个某一个空隙的日子的话 那我还不如赶紧回去要读书 那我就赶紧申请了 然后报名了 然后考试各种通过了 我就终于把这个硕士学位给拿下来了 好了 然后我讲完了我为什么会回去读书这个过程呢 以前也说了我读这个书 就是为了拿到一个这边的文凭 然后方便我之后好找工作 为什么呢 那我之前来法国的时候 我刚才也说了我不会发育也没有学历 那我现在两个都有了 我现在也自信多了 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出去找工作 不是说百分百能找得到 但是肯定比以前机会是会很多了 有的时候我还会看到有的人说 哎呀你有什么好多的 你就在家当个家庭主妇好了 带带孩子让你老公出去上班 我说实话 不管我老公拿多少工资 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有事干 我得自立 我真的 这种想法 其实在待在家里 就做家庭主妇 这种想法我是有过的 就是在生完我们家老大之后 但是我真的那段时间就明白了很多 因为我自己就是除了带孩子以外 我就没有什么任何 嚇死我 你觉得我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你知道吗 然后语言又不通 生活挺没意思的 当然我很开心陪着我的孩子 但是我有一天坐着想 如果我孩子长大了 不要说长大 哪怕他去了学校以后 那我在家干什么 我得也有点我自己的事情做 也有点我自己的价值 是不是我来到这个 我来到这个世界很出了 我是我孩子们 他们的妈妈以外 我首先也是我自己对不对 那我也得以后我自己考虑打算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当时我刚来法国的时候 那时候完全在家当家庭主妇 然后我老公还经常忙出去上班什么的 然后我又慢慢慢慢发现我跟他 就是我们两个会往不同的方向走乱 你知道吗 就有的时候会觉得他越来越好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停在原地了 慢慢的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子 所以我当时 除了你们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都知道我 生完老大以后过来这边呢 是情绪各方面 心理各方面是出了问题的 就是我也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抑郁过 但是回想应该是有的 所以我现在很怕回到就是我现在老二生 我就很怕回到以前的状态中 所以特别可怕 还有就是你不可能去改变别人 然后但是什么你可以改变自己 然后你自己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只要你去努力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改变了 还有一个我很大的体会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依靠你的另外一半 因为过分依靠你的另外一半 因为慢慢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改变 然后你们你跟你的另一半插嘴也会压大 然后你自己慢慢的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会变得慢慢的不开心 因为我没有了我自己的生活 我也没有了自己的自我知道吗 在这里我当然不是说家庭主书不好 家庭主书当然也是好 家庭主书是最累最累最累的 24小时无休的免费的工作 而且呢我非常相信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走出来的过程可能会很辛苦很艰辛 但是呢 最后一天你会超级开心的 当年达到了你的那个目标 所以什么时候都不晚 只要你有想做的事情 一定要去做